教育新观察,警方从哑巴英语变为文盲英语 请点赞、订阅并转发,谢谢 为了学英语 学生和家长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但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 英语真的有这么重要吗? 今年两会 多名全国政协委员提出 在义务教育阶段不应再将英语设为和语文、数学等同的主客 一时激起千层浪 外语教育改革的切入点究竟在哪里 成为连日来教育界广泛关注的一个话题 以等级制代替分数 置在最近的全国政协会议上 全国政协委员许静表示 为了上重点中学 很多小学生取得了相当于大学英语四级考试的证书 在大学里 英语教学课时约占总课时的10% 但英语只对不到10%的大学毕业生有用 许静通过调研发现 现在翻译机可以提供多种语言的口译 包含衣食住行等领域 准确性很高 且技术十分成熟 那么 面对口语交际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 面对长期以来外语教学 占线长 耗资大 效益低 等老大难问题 改革的出路又该放在哪里呢 不把英语与语文数学等量奇观为必修主客 建言者的主要目的是为外语热降温 为中小学生和家长减负 对此 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顾明远表示 中央业已出台的高考改革政策 不是让外语退出高考 而是应该用等级而非分数作为测试标准 学生可以进行社会多次考试 获得水平等级 高校录取新生时 可以根据专业的需要制定外语等级的要求 这样就不至于分分计较 也不会因外语一颗成绩而损害学生的总成绩 高端翻译人才仍稀缺敏航中学校长何美龙说 英语作为世界上最为通行的语言 是我们学习世界 特别是学习发达的西方国家文化的最重要工具 即便是上海这样的国际化城市 英语翻译的高端人才也是相当稀缺的 从培养体系来说 没有一定的规模基础 也是不可能出得了高端外语人才的 光明中学英语高级教师施灵说 在旧中国 外语学习是少数有钱人的特权 新中国成立后 自从建立了全国统一高考制度 特别是改革开放后 中小学必修外语课 让外语学习成为每一个孩子平等的权利 要让学生怀着一颗中国心去学外语 为了让我们更好的了解和学习世界 也为了让世界更好的了解中国 施灵建议 在有条件的中学 应该为有兴趣 有天赋的学生提供多余种学习的选择 这也是为了适应我国 扩大对外开放的需要 学说话不等于学语言 虽然随身翻译软件发展很快 使用也很方便 但它毕竟不能完全代替语言的交流 尤其不能代替精准的科技和文化翻译 比如 我正在从事的中国点击翻译工作 用软件是做不了的 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科创始人潘文国教授说 以前比较多的是批评哑巴英语 学了十几年英语却开不了口 其实 在专业应用领域还应当克服文盲英语 就是只会说一些日常用语 却不能胜任相关专业的笔意和写作 因此 在外语教学领域必须确立一个基本思想 即学说话不等于学语言 对于小学生来说 花大量的时间学英语 其实就是在学说话 效率是很低的 如果这些孩子有机会到外语的环境里 会学得更快 至少在小学阶段 英语不应该成为核心课程 而作为一门外国语言来学 初中开始也不晚 到了高中和大学阶段 外语教学的重点就不能纯粹是学说话了 而应当重在提高读写译的能力 学计译 粉丝 穆